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刚刚佳函就在讲说 他原来他有一个 已经交往很多年的男朋友 然后陪着他一起练习 但是我们又讨论到一件事情 因为呢 刚刚我跟小军 我们也在问啊 就说 好像练音乐 然后你还是需要跟 是不是也有 就是说你们常常 那个有表演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要一起练习 还是说 那这东西如果又跟你的 运动的团列又弄在一起的时候 你到底会中间会不会说有冲突 然后时间没有办法协调过来 因为刚好我是钢琴组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会像弦乐组 或是管乐甚至声乐同学 他们可能管弦乐团的练习 或者是合唱团的加练 所以基本上钢琴组同学 比较不会参与这些团体 大团体性的活动 那所以就是只要把自己的 练习东西顾好就好了 对 所以像 其实自己也会觉得很可惜啦 就是像戏上 在12月31号晚上 他们在中山堂有演出 贝多芬第9号的交响曲 那我前一晚就 无意中就上去听他们彩排 真的觉得好感动 你没有参加吗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 他们那首曲子是交响曲 那交响曲其实没有钢琴的部分 真的啊 对 只要写 写奏曲可能叫钢琴写奏曲的话 才会有钢琴的部分这样 所以像那一首曲子就不太会有钢琴的成分出现 那听到他们演出就觉得好感动哦 原来就是戏上真的都好厉害哦 对啊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看到你 你有写过一个东西 就是说因为你练钢琴其实是一件比较孤独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有一点有趣 因为为什么我们其实真正跑马拉松之后 其实很多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孤独的 就是你寂寞跟自己的对话 但是你好像钢琴又更孤独 然后你是不是在运动里面 让你感受到你跟人家一起 因为我知道你很享受 跟人家一起练习的那种美好时光 真的 就是因为长期以来 就是都是在琴房里面 小小间的琴房一台钢琴 然后跟着扑就这样练习 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说 跑步反而是跟人群互动的开始 对 那就是因为从一个小房间走出去 走到户外 走到操场 然后就发现其实世界真的还蛮大的 对 然后跟同好们这样子一起运动 就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体验 可是你刚刚又有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好像是你在练习过程中 然后就是中间的冲突性 然后后来现在还会吗 还是就是不会 就是那个激励的训练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冲突的部分嘛 对 你说你要练激励嘛 然后练完之后 你的那个弹钢琴 手的细部 你就没有办法协调过来 是不是 好像还是一个过程耶 就是还是可以练习激励的 但就是不要太over 就是不要说 可能今天就突然 举个太多下的压力啊 还是要一点一点就是你一点一点慢慢吃掉的话 还是可以习惯的 所以那个还是一个过程 所以就等于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那种某种程度的协调性的问题 然后等到你调试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其实激励还是可以帮助钢琴上的练习 因为琴它其实 你一台平台钢琴可以承受200公斤的重量 你一个人站上去不是问题 就是真的 因为我们戏上有老师 他就是有一个演出 真的一个琴节的高点 就是要整个人站在琴键上 真的假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是把琴键踩坏了吗 不会 一般人都会这样 可是他真的可以承受200公斤 但是谁愿意 除非那钢琴是他自己的 如果是演奏用 应该没有人愿意给他这个站上去 还是有 还是有 真的 对 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记得你有讲一个东西 就是你是不是慢慢的 又透过跑步 然后让你回到钢琴 因为我看你曾经写过说 你也在找一个 那个学钢琴的那种快乐的初衷 是不是 这中间两者怎么让你去 比如说你有运动 然后钢琴是孤独的 然后你钢琴有撞腔期过吗 然后你又回来 你是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子 那当音乐上的挫折感 让我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是透过运动在排阶 那是运动让我就是重新再燃烧起 对生活上的一些正面的感受 然后再把那些正向的感受 再带回来钢琴的练习 真的啊 是运动辅佐 我的正业 非常有练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这样一直在讲就让我想到谁 因为我最近刚写完一本书嘛 然后花了这个 这个很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 这样子 然后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 我又去翻村上春树的 那个观影跑步那个 我想说的是 对对对 那我觉得他 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他觉得 他说我 我记忆最深刻是 他写一个说 大家都一般世人都认为说 你是一个作家 或者是小说家 你就只是坐在 那个那个房子里面 你知道动脑就好 然后你可能只要一 端一杯咖啡的力气 你就可以 他说其实不是 对 他说其实 小说家 你是非常非常非常挪意 你自己的那种 那个脑力 所以你必须要在身体上面 他就一直跑步 他没有停过 所以他觉得那种 奴役双脚 跑一场马拉松 那个东西 跟你真正在写小说 或者是写作 那是可以相通 是相通的 我很深刻的感受到 这件事情 就是最近 练习也是一样啊 我在跑的时候 脑袋就是在 run那个音乐 谱上的任何东西 就是 其实我的跑步的节奏 就可以配合曲子的速度 可能一脚就是半拍这样子 然后我可以 现在就可以有办法 就是边跑边想说 我该怎么去处理 我的音乐过程 然后可以慢慢的 右手是这个旋律 左手是这个旋律 然后一起 就是边跑的时候 边想那个 整个过程 然后从开始中间到结尾 这样一起揣摩 真的啊 保持那个律动感 你把跑步跟音乐中间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就对了 内在的一种结合 那这样也蛮不错的 因为好像就变得说 他看起来 因为我刚刚我们 就说所有人的想法 就就是说 那你根本就是 在练习跑步的过程中 你就没有时间去练音乐 可是事实上 你把它找到了 另外一个出口这样子 因为基本上运动 也是很需要节奏感 那我就是 也是透过运动的节奏 应该说音乐上的节奏 然后带起运动上的律动感 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律动感 其实比一般人还好一些了 太可惜了 你可以讲到好一些 你就开始变得很小声 对 对所以其实你 你你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对家 和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分配上面 我觉得你可能 你应该算把它做得非常好 嗯哼 还还好 那你有你有写到一个东西吗 就说其实你 因为你玩的东西比较多了 对 所以你开始 你也知道说 某些像你之前为了 你先是为了大专杯 对 大专杯那个你好像是 花了很多时间 对 而且那场你是不是得了 你有一点小挫折 对不对 对 因为我看到你还哭了 哈哈 对 因为那一年 那个过程中 你是不是有舍了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不知道说 那个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让你好像 你有一些检讨在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你说你跑完 你跑的第七米嘛 对不对 其实我在那个 一万公里的比赛 一直都没有多好 真的吗 因为我太胖了 因为田律场上的 每个人都非常的纤细 非常的瘦 真的吗 对 十公里对我来说 太短了 嗯哼哼 所以你发现你的距离 你 其实你后来发现 如果照这样讲 就觉得你就反而 一万公尺 这个不太适合你 不是你的强项 对 不是 对那 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因为这样子 可以逼着自己 一定要把速度提升 就是因为 一开始想说好吧 距离拉长就好 但是其实速度感 还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就是透过 每年这样参加一次大专杯 然后逼自己 一定要把速度 再稍微提升一点 哦 对 所以你等于是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我知道你为了 你为了大专杯 你是不是有 花很多的时间去练 好那一届 那因为你说 你在体育室里面 看到你们体育室主人 然后他就问你一句 好吗 你就哭了 这样 其实时间上 大概还是一样一天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啦 因为我不敢 投注太多时间 那只是说 看怎么调配 那可是 因为那两个 之后那两个小时 可以练习 所以我会 更 更精准的说 好我这次 今天要达到什么目标 可是因为就是 强度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高 那每次跑完 可能在过程中 就觉得 我快不行了 可是一圈 四百公尺 就是要跑这么快 然后那个过程 就是会觉得 好难过 就是身体 在跟你畅反调 然后那个 那个心 就是已经开始 脚快不行了 那种 所以眼泪可能 因为我个性 可能硬 所以还是 还想要逼自己 把它冲完这样子 所以会跑到哭 对 那在旁边的学弟妹 可能就觉得 哦 这样还怎么给自己 这么大压力 真的 会跑到哭啊 对 可能比赛前 会有一两次这样子 但是 同时也会发现说 其实身边都有很多人 陪着我练习 就是 当我需要帮忙 需要有人 带我速度的时候 他们就会出现 也因为 为了准备大专备的过程 我就 诶 无意间又认识了一些人 我记得你是不是在 去年是不是 对 你的最坏速度是 吴胜民 我们的超马 一哥帮你带出来的 对 那是一个什么经过啊 因为我记得有这一幕 但是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经过啊 就是因为 超马选手都太厉害了 然后就很幸运 他们他有机会来 动物在练习 然后刚好 我那一次练习 跑步也是在那个时间点 所以 就是他带我 带我速度 然后 就是有一位 这么稳定的选手 在旁边这样 带着我跑步 所以就可以 一圈一圈 这么稳定的 一直一直往前跑 对 那你是 你那次速度 是被带到多少 一圈 一分52 还是到五 就是我听老师 很欣喜的说 你是跑出 你自己的最快速度 对 就那一次 所以其实 对你来讲 你觉得因为运动 对 运动反而是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像我们这种 跑这种马拉松也好 或者是说 你会玩三铁 都会觉得 他好像是 很奴役身体的一件事情 可是其实 在这件事情里面 你其实是获得 很大的快乐 是不是 对 很多很多的 正向的感觉 是从运动获得的 对 可是其实 对我来说 这样子也不太好 因为这样子 反而就是 会用这种方式 去把 去逃避音乐的 那个压力 真的吗 没有去逃避 曾经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想说 反正 带我去运动了 然后赶快把它练完 然后再去运动 这样子 对 可是现在就是 可能以这个过程吧 现在大肆就是可以 静下心来 然后也是 重新去 那个 对音乐的 执着 跟那个热情 也回来了 所以 两边都 都觉得很开心了 所以其实 我觉得 这都是一种过程嘛 因为 好像都会有一种 一种 不知道 就是有时候 不管你是弹钢琴也好 或者是跑步也好 都会有一种撞墙 或者是低潮起 对不对 对 那我正在想说 哇 这真是一个 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 这样子 那你 中间的这种 这种 就是音乐上面 那你现在大肆嘛 对 你会想要 往哪一个方向 我知道你好像是 想要往音乐治疗 那运动对你来讲 只是一个 兴趣 他不会 你不会想要把运动 跟那个音乐 做什么样的结合吗 还是希望 最终目的 还是真的会希望 运动有机会 可以跟音乐做结合 所以 郭老师他就说 有没有办法 尝试看看 制作运动音乐 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在暑假的时候 老师就带我先读一些运动心理的部分 对 那我就是想说 好 那试试看 所以其实 已经有在开始 在自修这些 不相关的讯息 一些资讯 这样子 然后还有 同时也有修普通心理学 满满的 你去修这些课程 对 因为这个跟音乐治疗 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自己有试着去帮助 我这样问好了 你有试着用运动 然后来做 或者是音乐中间 然后对你自己进行什么样的治疗吗 还没有 所以你现在都还是在那种很high的那种 对 因为我觉得你讲起运动来 你还蛮开心的 这样子 对 就都没有碰到什么样子 说哪一个关卡 然后你过不太去 然后你中间后来 后来怎么样子 把它通过这样子 碰到运动上的挫折 可能都只是身体受伤 那当然受伤的话 就是不能动 反而会更想动 对 可是就是在附近的过程中 也会学到一些 就是说 好 我一定要耐下心来 就是 一定要乖乖每天去附近 给人家 热肤也好 电疗也好 这样子 你是不是有在哪一场 你又受伤 然后后来你就好像 又跑去医生说 你 你 你常受伤吗 还蛮长的 真的喔 大二大三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 活蹦断跳的 像有一次受伤 是因为下楼梯 下太急了 然后那时候想说 剩两个用跳的 可是一跳没跳 好反而 这样右脚的脚踝 扭伤了 那还 还比较松一口气 因为我担心的是说 你是常常因为 比运动而受伤吗 不是不是 因为如果说 我们传递出去的讯息 是说一场音乐 那个什么比赛啊 或者是说 练习受伤 那大家想说 其实不是 对啊 很多人好像都会 以为运动会造成 很大伤害 可是 其实只要你肌力 慢慢的 一点一滴提升之后 基本上 是不会有运动伤害 这件事情 就像很多人可能说 跑步会觉得膝盖痛 好像是很多人的感觉 可是 基本上膝盖 前后都有大腿的肌力 跟小腿肌在保护 所以其实基本上 如果慢慢把大腿肌 大臀肌 对 就是那边的肌群 慢慢训练起来的时候 对膝盖 其实不会有太大负担 所以重训 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聊一下 就是最后一段的时候 我们要请佳汉 给我们一些 包括你说的重训 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算优秀的选手 谢谢 那我讲说 你待会应该给我们一些 我们这些 你是专家 我们是外行人 你可以给我们一些 比较实际的建议 这样 OK 谢谢 谢谢